中国媳妇 他养成上一代的礼教平训 他肩负传续下一代的重任 他宽容醇厚 无怨无悔 纵是千金万代 难挑也得挑 回首来时路 纷扰沉沙行路 媳妇啊媳妇 你的名字叫坚强 本人员受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議长 请War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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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唱歌 你不要再唱歌 我把你唱歌 ヽ ノ 李虹 贱侯 你刚才听到没有啊 邵夫人说要给你加薪 加薪真可笑 我家里很小吧 我好久没住了 里面脏得很 明天啊 我去找人来整理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我做的雕塑啊 那是我的暗号 过几天 我再做一个给你看 你什么意思啊 想生男孩啊 不可能啊 你 你这个乌鸦嘴 你要带你就别走 乌鸦嘴 气死我了 真气死我了 丽华 你气什么 明月 她刚才来说了一大堆 让我生气的话 明月说了什么 明月她说 我只会生女孩 明月这么一说 反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我们不生男的绝对不行 可是 要是生个女的怎么办呢 这得想个办法了 绝对要生个男的 哇 这么多菜啊 建豪啊 竟然怎么那么大方 请我吃那么多好菜啊 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翠鹅嫂啊 别捧了 有什么事快说吧 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 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红包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饭 白拿的钱 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是我跟丽红的大恩人 丽红能够进江家 全都是你帮的忙 如果我发了财 我绝对不会忘记 你这个贵人的 我要让丽红生个儿子 你们家祖传秘方 不是铁定会生儿子吗 那我还能帮什么忙啊 我家祖传秘方 从来没有失误过 不过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连你们家祖传秘方 都怕万一 那我怎么能保证 丽红一定会生男孩啊 就是神仙也办不到 神仙办不到 但是你有办法办到 我能办到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别想丽红万一不生男孩 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没门 我就知道这厌武好厌 得了 咱不吃了 丑丑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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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嘛 现在啊 就看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要不要赚你个大红包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根本做不到 你绝对做得到的 来 我告诉你 别跑 别跑 不行不行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太没有人性了 绝对不行的 我知道这事你也为难 我话说回来 如果你答应的话 我就给你三千块 三千块 三千 三千 不但可以还债 而且还可以开个店铺 怎么样 答不答应 不答应我走了 等等等等 等等 崔岳嫂 崔岳嫂 你先坐一下 你先坐着吧 话是怎么说 你看 可不可以给我三千五 行 不过我跟你讲啊 你得告诉我 才想 什么时候生啊 怎么样 找到没有啊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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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家的孩子 这个嘛 不能家 好吧 不过对方生产的时间 跟丽红的时间接得上吗 我已经找过好几家了 只有这一家时间最接近 时间嘛 没问题的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那你别忘了 事情成了之后 十万了 没问题 醋小嫂 你真的是我的大恩人啊 福生哥 你先坐着 我一会就过来啊 这 这怎么那么像我呀 福生哥 美慧 你那个用黑布盖起来的 是什么东西 那个呀 那个就是撞到我的那个坏蛋 那个就是撞到你的人 对啊 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不过我的脑海里和心里记得很清楚 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就算没有完全像 也有七八分像它 那你做它干什么 我想 我想趁我现在对他的印象还很深刻的时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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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福生哥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 回来呢 我再把它修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怎么那么想我 我该离开了 不 把他撞上的人是我 我还是不能走 我还是不能走 你那个大纲 尸数 毅 我 有几乎 是 ドラ shoots 刚好 一切 你 不 给你谈一谈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真的有点累了 志和 你也早点休息 好不好 他怎么了 最近很少去公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真不好意思 到现在他们偷还给你们了 没关系 大家合作那么久 这货款差了两三天 不要紧的 太客气了 钱出对吗 正好 正好 刚好那天 既然对了 那我现在想去看货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就带您去看货 好 好 刘先生 这边请走 我再看货 你现在去看货是一个货的 好 非常好 好 这边是一个喜好 难道是 没错 我廖建豪 一向说话算话 说给你送钱来 就一定给你送钱来 这是三千五 一分也不少 自我嫂 钱我是付清了 我就要带你办的事情 可要处理好 不能出半点差错 优惠 夫生哥 你来啦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原本是想 等这个塑像做好了以后啊 把他送到寡补房里去的 可是 我后来想了一想 其实我还是应该感谢 撞伤我的那个人 感谢撞伤你的那个人 是啊 你想 如果啊 他不撞伤我 然后还故意逃走 你怎么可能看到报纸来照顾我 没有他 我就不能认识你啊 认识你 有你陪我 关心我 照顾我 我真的好开心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 让我认识你 你现在还会气他 恨他吗 我 我问你 如果他现在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怎么样 我 我 我只能说 我感谢他让我认识你 至于其他的 我现在不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只想 等我眼睛好了以后啊 我就可以看到 我的福生哥了 福生哥 你怎么 怎么又不说话了 我的想事情 想什么事情呢 我在想 过几天你就要动手术了 你也在担心是不是啊 担心什么 担心手术会失败啊 怎么会失败呢 医生说 有八成治愈的机会 你要有信心 可是 可是什么 一定要相信 手术会成功 知不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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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 如果想看到我 就要有信心 好 我有信心 我相信 我一定会看到 我的福生哥的 奇怪了 这钱 明明我放到抽屉里面 可不知道怎么了 就这样不一而非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 昨天下午的事 大家有信心 怪我 他 小律 你 你 我 你 我不 你 尚夫人 这怎么可以呢 汪总管 这么多年来 你为我们洋行 做了这么多的事 为我们尽情尽力 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都看在你 对了 这件事情 先不要让老夫人 和少爷他们知道 好 尚夫人 你心地真好 我 我 你心地真好 我 我太对不起您了 少夫人 好了 别再说了 就请你去查查看 进去忙你的吧 对了 智和说他 帮郭福生付医药费 难道 不对啊 那单据也是 更早的时候的事 而且 如果智和要拿钱 直接和王总管 说一声就好了 那会有谁啊 快了快了 就快了 快了 老夫人 照去勤勤看 丽红有早产现象 可能大后天就会生了 大后天 看他都度行 一定是个男孩儿 真是太好了 秀琴啊 赶紧去准备一下 还有洋行的事 交给王总管他们 去做就行了 你跟智和到这儿来 陪陪利红 我知道了 老夫人 您要回房吃药了 我知道了 老夫人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我们家的祖传秘方 绝对是生难的 老夫人 谢谢你了 老夫人 您慢走 哎 你来干什么 这是帮丽红准备的 再过两天 她就要生了 又是丽红 她又没生 你啊 你就是太善良了 又是过分地善良 志和 志和 我明白你对我的关心 和对我的感情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还不都是因为妈想抱孙子 完成她的心愿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宁可丽红这次生的是女孩子 她直接把这女孩子抱回去算了 志和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不这样说怎么说 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还不都是那个女人害的吗 好了 别再为这件事生气了 好不好 昨天上午我休息之后就没有看到你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我去安排你要生孩子的事情啊 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 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反正啊 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 我会叫人把孩子抱到外面等 如果到时候你生女孩 我们在座交换 可是到时候老夫人少夫人都在 可是到时候老夫人少夫人都在 你怎么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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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好痛啊 肚子好痛啊 肚子痛啊 该不是要生了吧 你赶快叫人来 你赶快叫人来 我好痛啊 不行 不行啊 不是还有一两天才会生的吗 怎么现在就 我也不知道 你赶快叫人来啊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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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又不能帮你叫 要不然这样 你自己再叫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快 快 来人哪 来人哪 糟了 来人哪 来人哪 令红 怎么了 老夫人 我快要生了 快生生了 传来明月 快去打热水来 谢谢 谢谢夫人 妈 智河 快 去起翠鹅嫂过来 快去 我马上去 去 去 快 又成 丽红突然间要生了 你赶快去接翠鹅嫂过来 快快快 说来 快 怎么这么起劳 今天我要陪美回想 开刀 李红偏偏偏在这个时候要生小孩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刘成啊 你要去接翠鹅嫂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听李红叫得那么大声 猜也猜得出来她快要生了 所以我想说我去接翠鹅嫂 你去接翠鹅嫂 赶快去帮明月吧 翠鹅嫂交给我了 快去快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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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去 尹千 你 好啊 溜溜大顺 是啊 是啊 溜溜大顺 真是太吉利了 老夫人 我保证 这一胎啊一定是生男的 快 来 快快快 阿眠 记住啊 千万不要让孩子哭 孩子哭了就会坏大事的 好 别到处乱跑 免得被人家发现 好 我知道了 怎么办 那回的家等着我带他去医院 好 少爷 你去哪里啊 今天几点啊 七点多了吧 李红李红 这儿都准备好了 你千万别紧张啊 少爷 您和少夫人都在这里 万一洋行有事情怎么办 依我看 您先去忙您呢 这里有老夫人和少夫人在就行了 要不然 万一有客户找您的话 你说得对 我正好有事情要出去办 不过这件事情 只好不要跟我妈说 好吗 这我知道 我不会告诉她的 好 那 我先走了 少爷慢走 难道她忘记了吗 怎么还不找他们 秋月嫂 怎么还没生啊 是啊 老夫人 奇怪啊 我刚才一摸 李红的胎位有点不正 再怎么办呢 老夫人 我看哪 你们最好是有人去拜拜祖先 让江家祖先保佑丽红母子吉安 我怎么没想到呢 那你们跟我去祠堂吧 这河呢 别管她了 咱们赶快去吧 嗯 来 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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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生了 如果生了你的 好让我赶紧抱出去换她 李红 李红 快点 这次的成败全靠你了 李红 怎么把孩子抱起来 你快点上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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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若哥 阿明 不是要你甭乱跑吗 还到处乱跑 孩子刚哭了 我化碟发血至少躲起来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孩子给我 那人呢 还没生呢 还没生呢 你先到外面去等一等 好 等一会儿 我会抱孩子来给你 千万别再乱跑了 好好好 霓虹啊 快 快点生啊 怎么还没生呢 真急死人了 求求嫂嫂 我不能再等了 我现在先去抱这个孩子 给那老夫人 向他们报好消息 拖住他们 不让他们进来 你就趁这个时间 赶快帮你护生 生完之后 赶快抱你孩子 到外面去给阿明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霓虹 快点用力啊 快点生啊 霓虹 快使劲 快点使劲啊 快啊 谢你尴尬大小 躲在这儿求败你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求求你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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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老夫人 你看 霓虹为江家生了个孙子 这男的 真的是个男孙啊 真是太好了 老夫人 恭喜你啊 谢谢 谢谢 咱们赶快去看看霓虹吧 这下怎么办呢 老夫人 老夫人 您对霓虹真好 她一生完 您就来看她了 霓虹 老夫人来看你了 生了 生了 老夫人 来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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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生啊 霓虹又生了一个 又生了 恭喜啊 老夫人 霓虹又生了个男孩 又生一个男孩 又成了啊 你找少爷 是啊 霓虹小姐 生了男孩 而且是双胞胎呢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要找少爷 赶紧回家 少爷没到洋行来啊 那怎么办呢 老夫人 她等着 我去少爷回去呢 这样吧 我帮你打几个电话 问问别的洋行 她倒没到他们那儿去 老夫人 没找到少爷吗 她没在洋行啊 汪总管说 她没去洋行呀 她也帮我联系了几个客商 都说少爷没去过 她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妈 您去别急别气 一丁之河 真的有什么事 不然不会这样子 是啊 老夫人 您放心 我相信少爷她 医忙完 马上会赶回来的 医师先生 今天手术很成功 病人一切都好 我相信 她的眼睛很快 就会看见东西了 谢谢 不客气 各位 你 请你 找我 说啊 等谁的孩子 奇怪 这家伙是谁啊 春兰 您这两个双胞胎 怎么长得完全不一样呢 老夫人还说 孩子长得像少爷小时候 你觉得呢 老夫人说像就是像呗 我又不是问老夫人 我是问你嘛 你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像啊 我 我什么我呀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 你说是大孙少爷像呢 还是小孙少爷像 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呢 这个大孙少爷好像有点像少爷 不过我觉得小孙少爷好像更像一些 是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 怎么一点也不像少爷的孩子呢 茗玉 这话可不能乱说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一点不像啊 这要是被老夫人听到了 那可怎么得了啊 茗玉 别说了 咱们快走吧 好不好 这个茗玉 真是个眼中钉 如果我早一点把它除掉的话 万一它哪根筋不对 跑去跟老夫人乱说 那就完了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把它除掉 尤其是 您好 就是 这样才能长大 乖乖 妈妈为你奶喝好 你要多喝一点 明月 好 把那些碗筷都收拾一下 没事 你们就下去吧 乖乖 小乖乖 乖乖一点 妈妈喜欢你 妈妈爱你 去吧 你吗 丽虹 你猜我过来的时候 听到明月对赤岚说什么 讲什么 她说 这两个孩子都不像是少爷的 尤其你老抱的这个小子 大的好像不是你生的一样 大的本来就不是我生的 咱们你讲话得小心一点 不小心双漏嘴就完了 志和 江家终于有后了 你高不高兴 应该是妈高兴吧 江家有后了 而且还是两个 妈现在应该没话说了吧 我们以后呢就可以好好地在一起了 至于那个丽红嘛 让他赶快拿着钱离开江家吧 可是我答应丽红 如果他生儿子 我就让他跟你结婚 怎么又来了 是你答应又不是我答应 你怎么让他跟我结婚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早点睡啊 好吗 如果要讲信任的话 那就要回到当初的约定 当初怎么讲的 是不是想好生男孩子给十万 他拿钱走人 妈妈的小宝贝啊 小乖乖 小宝贝 丽红啊 我带志和来看你个孩子了 怎么样 孩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挺好的 那就好了 对了 你一下生两个 你一下生两个 我怕你奶水不够 所以已经帮你请了个奶妈 过两天就过来 这样子我的宝贝孙子 就不会吃不饱了 对不对啊 乖 乖乖 同样是两兄弟 我倒觉得哥哥长得俊俏一点哦 不会啊 我倒觉得这个小的啊 比哥哥可爱哦 是不是啊小乖乖 来来来 志和 来先抱抱哥哥好了 小心点啊 爸爸抱 来拖拖小心 好 好 还是奶奶抱吧 爸爸抱不舒服对不对 来奶奶抱哦 乖 小乖乖 志和啊 妈 你有没有想到 给他们兄弟俩取什么名字 妈您决定好了 你这辈儿呢 质子呗 兄弟俩呢 树子 树中树孝 你算怎么样 树中树孝 老夫人 中树两全 这名字太好了 哎 我也这么觉得 丽红现在替江家生了两个男孩 至于智和那儿 妈 智和她 她怎么样 智和她说 她不会和丽红结婚 当初我就担心她不会娶丽红 现在问题终于来了吧 这件事 智和说 不是把篮球说好 若生难的 把孩子留下来 给丽红十万让她走 其实 也没错 其实智和说的也没错 这种事也不能勉强 当初是为了江家的香火 所以才为其求全 现在既然智和不愿意娶丽红 那咱们再加点钱给她就行了 可是 放心吧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让她在满月之前 离开江家的 可是妈 丽红还在坐月子呢 智和不愿意娶丽红 满月的时候 丽红就绝不能留在江家 老夫人 您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是 建好 你现在可以说是我最信赖的 洋行的事处理得非常好 江家大宅你也帮了不少 所以这件事 也要请你帮忙 老夫人 你要我办什么事啊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建好 现在丽红为我们江家生了两个男孩 当初为了要权丽红回来 求情答应她 会娶她过门 其实这件事 是何必没有答应 这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罢了 老夫人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明白您的意思 也非常了解您的立场 如果当初 你们没有那么说的话 李红她怎么会肯回江家呢 说实话 你们所说的一切 都非常的有道理 老夫人 就请您直说吧 希望我做什么 当初我答应李红 生一个男孩给他十万 现在他生了两个 我预备给他二十万 拿了钱 立刻离开江家 当然 你还是可以继续留在洋行工作 老夫人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帮您处理得妥妥当当的 那就拜托你了 不是说十万的吗 怎么会有二十万啊 老夫人做人也真是不错啊 她说你生了两个男孩 就给了二十万块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江家 太好了 既然她那么说 那我们就可以拿钱走人了 可是 建豪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拿十万带着树孝走 然后 既然江老夫人这么干脆 我们也干脆一点 留十万给她 把树中也留给她 反正树中不是我们生的 我们干嘛要养她 你说对不对 你说得对 建豪 我们晚上就走好不好 什么 今天晚上就走 对啊 不行啊 为什么 我们要把孩子走 一定要有计划 要不然被江家的人发现了 怎么办 对啊 你说得也有道理 那你说什么时候走 我看再等一个星期啊 等我计划好了 我们就走 妈 这是我写你的请客名单 您看看有没有增减的 很好 就照这个名单发出去吧 不过在发请帖的时候 也得送上满月的糕饼 你觉得哪家的糕饼好吃呢 如果要吃名气的话 那当然要确定有名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要实惠更好吃 我当然认为 名气饼铺可以考虑一下 名气 就她吧 你不要再允足 你这是把呢 真的儿不会 你也说 你要看凯聂 孙刀 动手 下去 特别带了几件男孩的衣服送给你 彩霞 你 你怎么哭了 孩子腰折了 腰折了 对不起 没关系 其实 像我们这样的穷人 养四个孩子 也是很辛苦的 少夫人 你这衣服还是带回去给孙少爷穿吧 我想孙少爷穿成这衣服 一定会很好看的 少夫人 这回明月糕碧您要盯多少啊 老夫人这回不想大请客 只想送一些至亲好友 因为是双胞胎 所以每份礼呢 都要双份的 别让我接受 这回来 这回是孙少爷 是 我去那里 他不让他 这回不见了 你 我去那边 你这边 你带到他 他要带到这边 太谢谢您了 不过我听说 听说什么 我听说为了让江家有后 您受了不少委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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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